还有带您来看到这个画面 真正是太危险了 桃园的大园国小校舍 竟然变成这样的模样 带您来看到 天花板净烈了 水泥也剥落了 梁柱钢机整个外露 而且呢有三栋的校舍 被鉴定为围楼 不过告诉您哦 现在居然还有小朋友 在这样的教室里头上课耶 学生呢和老师 现在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担心哪一天上课上到一半 天花板突然掉下来 大概十年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走进小朋友正在上课的教室 老师座位后面的墙壁 尤其严重剥落 不断往下掉落 外面的梁柱更恐怖 水泥剥落到连里面的钢筋 都露出来了 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 老师同学都心惊胆跳 构架不是很稳 如果怕地震 如果怕地震 就必须往外逃 不仅小朋友紧张 家长老师都很担心 因为很危险 而且那个落层好严重 那上课上来上都会剥落下来 原本校舍就已经老旧的大员国小 又因为多次的地震 教室天花板均裂破损 连原本白色的油漆也变黄 墙壁有严重的臂癌 下雨天滴水不打紧 遇到地震可就太危险了 从去年开始也继续规划 这第一栋校舍 老旧教室的一个改建 教育部已经拨款6600万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中 这些校舍都是在短期内都没有立即的危险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确保学生的安全 在这样的环境上课教书 原本去年经过鉴定可以拆除重建 却因为校内建筑有三分之二被建立为古迹 这下不仅要教育部通过 还要等文件会的部分过关了 才能获得拆除重建的机会 只是如果这个时候发生意外 学童安全谁来负责 中天希望黄主华陈丽文桃源报导